与张又怡离婚四年后,徐志摩举行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由京城第一美人之称的陆小曼。 与第一次婚礼相比,这次徐志摩春风得意,然而婚礼却有几个冷静,老师梁启超还对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当众训斥。 那么这次婚姻又有什么问题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民国婚姻往事之,爱上朋友的妻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民国十五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在北京是一个天晴气爽的日子。 这天上午,在风景秀丽的北海画坊斋,正在举行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婚典礼。 徐志摩是飞声文坛的大诗人,陆小曼是文明京城的交际花,他们的婚礼自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参加婚礼的有两百多位来宾,真所谓嘉宾如云,高朋满座。 来宾都很兴奋,期待着能够见这个一场豪华而气派的名人婚礼。 但婚礼开始以后,人们渐渐地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是婚礼场面简陋,现场除了用红纸鞋的几幅对联,就再没有其他喜庆鞋的装饰。 来宾们围着一张张桌子坐着,桌上除了茶水,只摆了点红纸包的糖果,连酒席都没有准备。 二是新郎与新娘的父母都没有参加婚礼,让人觉得婚礼很不正规。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婚典礼属于新式婚礼,民国年间的新式婚礼一般有一个签订婚书的仪式,当年的结婚证与今天不一样。 新人不用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那时的结婚证书有的是自己做,有的是到外面买。 由介绍人、证人和两位新人当着大家的面,在婚书上签字,结婚极为有效。 介绍人俗称媒人,那天的媒人原定由胡适担当,胡适也答应了。 但胡太太江东秀坚决反对,甚至说,你要是做了这个媒人,到了结婚的台上我拖,也要把你拖下来。 胡适怕真的弄得下不来台,恰好伦敦有个国际会议邀请他参加,他便去了英国,没来参加婚礼。 徐志摩没办法,只得把媒人、婚书等程序都取消了,反正以后还有机会补办。 婚礼的重头戏是证婚人梁启超的一番证婚词。 梁启超本来不愿意参加这个婚礼,觉得不体面,是胡适再三恳请他推辞不过才应允下来的。 既然来了,就要讲一讲。 一般说来,证婚词无非是说几句住院与勉励的话,起个烘托喜庆气氛的作用。 那天的婚礼也确实少了点喜庆气氛,更有必要请梁老夫子讲几句。 但没想到,他的证婚词一讲,场面更严肃了。 梁启超说, 徐志摩,顾小曼,你们是曾经经历过风波的人,社会上对于你们有种种的误会,种种的不满意。 你们此后总得要想法解除这种误会。 这番开场白就很不同寻常,不仅一点喜庆尽都没有,还说他们曾经经过了风波,引起了社会的不满, 让熟悉情况的人觉得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接下来,他的话就更加严厉了,他对着新郎严肃地讲, 徐志摩,你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这几年来,只因你生活的不安, 所以亲友师长对于你也能有相当的谅解。 这次结婚以后,生活上总可以算是安了,你得要尽力做你应当做的事。 他话锋一转,对着新娘用更加严厉的口气说, 陆小曼,你此后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 你是有一种极大的责任,至少对于我郑婚人梁启超有一种责任。 在梁启超讲这番话的时候,整个大厅一派素敬,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郑婚人讲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惊讶与不解, 特别是徐志摩与陆小曼这对新人,表情更加尴尬。 陆小曼红着脸,低着头站着, 徐志摩担心老师接下来再说出更加令人难堪的话, 只好屈前表示服罪,并小声请求道, 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 听了新郎官的请求,梁启超这才指住了训话,婚礼随之草草结束。 梁启超以证婚人的身份,在婚礼庆典上当着众人的面, 严厉教训一对新人,他的做法可谓前无古人。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对于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是很有分寸感的。 他在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上的这番训话,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并且征得了徐志摩的父亲的同意。 徐老爷的也觉得,只有请梁启超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在结婚典礼这样的正规场合,当着众人的面, 教训下儿子和未来的儿媳,才能让他们痛改前非, 以后安分守己的过日子。 父母不参加,没人缺席, 证婚人还发表了一篇空前绝后的严厉证婚词, 这些都让徐志摩的第二次婚礼显得既冷,轻又尴尬,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真正的原因就在新娘陆小曼身上。 那么陆小曼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志摩与他的结合又有何不妥华?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民国婚姻往事之,爱上朋友的妻子。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有过两段饱受非议的婚姻, 他抛弃怀孕的妻子,拆散朋友家人, 是风流国情,还是对传统婚姻理智的脚炸? 他与老师唇枪实践,他与父母日渐疏远, 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他得到了理想的爱情, 却为何难以收获幸福的婚姻?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民国婚姻往事》。 陆小曼在北京城可是出名的大美人, 他是江苏常州人,生于1903年,比徐志摩小六岁。 陆家是常州的世西大族, 他的祖父在清代任朝义大夫,属从四品官。 父亲叫陆定,是晚清秀才, 后来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是个革命党。 民国成立以后,任财政部参事,赴税司会办。 这个职务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 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是长州名门之女, 相貌秀丽,有较深的古文功底,擅长公笔画。 陆小曼后来文笔,清丽,酷爱,绘画,应当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陆定先后生有两个儿子,七个女儿, 可惜只有排行第五的女儿,小曼,活了下来。 其他几个儿女都夭折了。 尤其是独苗,小曼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不受约束,随心任性。 他的幼年在上海幼稚园度过, 六岁的时候随着父母到北京,他长得清秀可爱,聪明伶俐。 据说他十岁的时候,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派军警搜缴国民党党员证书,陆定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 这一天,陆定仍一如从前的把党政带在身上去上班。 年幼的小曼上前劝他说, 带党政恐怕有危险,还是藏在别的地方吧。 陆定听了女儿的话,果然就化险为夷。 这样的传说类似于古小说,自然不可当真, 但说他从小就是个聪明而且有个性的孩子, 似乎也是可信的。 陆小曼十五岁的时候, 父亲送他进入圣心学堂读书。 圣心学堂是法国教会学校, 是当年北京最为优质的现代学校之一。 陆小曼在学校门门功课成绩优异, 十六七岁已经能够阅读英文法文书刊, 还能弹钢琴,尤其长于绘画。 他的油画作品在学校展出的时候, 还曾经被外来的参观者以两百法郎的高价买了去, 这也是让学校引以为荣耀的事情。 陆小曼不仅学习成绩好, 还活泼好动,喜欢跳舞。 当时外交部经常举办舞会, 招待各国使节, 但政府机关里女性很少, 为了办好舞会, 外交部与圣心学堂联系, 希望学校给推荐几名聪明貌美的女生, 陆小曼就在学校推荐之列。 他以美艳的容貌和轻盈的舞姿, 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陆小曼迷上了跳舞, 除了外交部的舞会, 他还频繁地出入京城其他高档娱乐场所, 名气也越来越大, 被媒体誉为是京城名远, 也就是俗间说的交际花。 他还是戏剧舞台上的活跃人物, 能唱一口好听的京剧, 是京城名票, 他唱起昆剧, 也是有板有眼, 可谓多才多艺。 既多才多艺又美貌绝伦, 陆小曼看似与徐志摩非常般配, 那么他们的结合到底有什么问题, 会导致婚礼上出现尴尬局面, 被老师梁启超当头痛斥呢? 原来, 在与徐志摩相爱时, 陆小曼已是有夫之妇, 并且他的丈夫还是徐志摩的朋友。 他的丈夫叫王庚, 凑巧的是, 王庚与徐志摩一样, 也曾留学美国是海归派, 还是徐志摩的朋友。 王庚是江苏无锡人, 生于1895年, 比陆小曼大八岁, 据说祖上世代显贵, 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 已经中落, 算不得富有。 他生得聪明, 又励志苦学, 1911年, 也就是在16岁的时候, 毕业于清华学堂。 当年清华学堂是留学预备学校, 毕业生一般都有赴美留学的机会。 王庚到美国后, 先后就读于密西根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后来又转到了西点军校, 成为中国留学生中少有的美国顶级军校毕业生。 他1918年归国, 先是在陆军部工作, 次年以中国代表团武官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那年他只有23岁可谓少年得职。 巴黎和会结束后, 王庚回到外交部工作, 受中校军行。 当时一些军事领域的外交文件经常由他来翻译, 他的翻译不仅准确, 而且富有文才, 因而生育雀起, 识人称他为文武全才。 也就是在外交部工作期间, 他请陆军中将参谋次长唐在里到陆家提亲, 说要娶陆小曼为妻, 陆家答应了。 于是, 在1920年王庚与陆小曼喜结良缘。 徐志摩与王庚的妻子陆小曼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并没有确切记载, 但有资料显示, 1924年他们曾共同出现在一个盛大的活动场合。 1924年春天, 印度大师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 在泰戈尔访问期间, 徐志摩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泰戈尔于四月中旬抵达上海, 在上海杭州做了短暂的访问以后, 于四月下旬抵达北京。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 北京学界为他开祝寿会, 还用英语演出了他的戏剧《奇德拉》。 徐志摩、林徽因分别饰演剧中的男主角和女主角, 陆小曼也参加了那天的活动, 不过不是登台表演, 而是在剧场外面发售说明书, 说明书一块钱一册, 据一位叫赵森的人回忆说, 那一天陆小曼工作非常投入, 给每一位进场的人递上一册说明书, 同时收回一元大洋。 他那天梳着一丝不乱的时尚发型, 头上斜插着一纸鲜花, 眉目若化,体态美艳。 他嗓音清润,满面春风地招待着来宾, 那副风雅宜人的样子, 真无愧是京城第一美人。 偏不凑巧, 赵森正看得得意, 陆小曼却发脾气了, 原来这时候进来一位老翁, 在接过说明书的时候, 还是笑眯眯的一脸和气, 后来听说还要要一块钱, 立刻就变了眼色, 把说明书往地上一丢, 涌身就往里跑, 那人生得胖, 跑动时几乎撞上了陆小曼的肩膀, 气得陆小曼连骂那人是下等动物。 这件事让陆小曼兴致全消, 觉得受了污污, 恼了, 不干了, 说明书撒了一地掉头就走, 旁边的人们赶紧上来又是慰问又是劝解, 现场乱成了一片。 不过对于剧场门口发生的这一切, 徐志摩可能并不知晓, 他当时的心思都在演出上, 或者说都在与他一道演出的林徽音身上, 还无暇顾及门外的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这次活动中有何种接触, 尽管资料并没有记载, 但他们都是当时的知名人物, 又共同参加一个活动, 因此有人推测,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活动中相识的。 在那场演出之后, 林徽音正式拒绝了徐志摩的追求, 徐志摩与林徽音的恋情宣告结束, 而他与陆小曼的交往也由此开始, 他们的首次近距离接触, 是在文学团体新乐社的一次活动中。 徐志摩从欧洲回到北京不久, 就组织了一个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聚餐会。 为了欢迎泰格尔访华, 徐志摩将聚餐会正式命名为新乐社, 新乐是泰格尔新晋出版的一部诗集的名字, 王庚身为军人, 却喜欢诗文, 尤其喜欢欧美诗歌。 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作两个太太, 就是在王庚的再三催促下完成的。 另外, 王庚呢, 还是新乐社的忠实成员, 经常参加徐志摩召集的聚餐, 及其他活动。 当时新乐社的人们聚在一起, 不仅谈诗, 而且谈戏, 在开始的时候, 谈戏的成分甚至更多一些。 大约在1924年夏天, 他们要搞一场一演, 演出传统昆曲《春香闹学》。 徐志摩在大学时就是个戏迷, 是杨小楼的铁杆粉丝, 此时自告奋勇, 饰演老学究陈罪良, 王庚呢, 推荐自己的妻子陆小曼饰演春香。 春香闹学演出效果我们不得而知, 但通过这个演出, 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在病发擦脸中, 彼此产生了好感。 尽管徐志摩认识了陆小曼, 并彼此产生了一丝好感, 然而陆小曼毕竟是有夫之妇, 他的丈夫还是自己的朋友, 徐志摩一开始应当并无非凡之下, 他与陆小曼的关系之所以能跨越雷池, 由朋友变为恋人, 则要归与陆小曼的婚姻危机。 陆小曼的丈夫王庚文武全才, 虔诚无量, 他的婚姻也看似十分美满, 那么他们夫妻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你讲出, 民国婚姻网是之爱上朋友的妻子。 在外人看来, 王庚与陆小曼的婚姻是美满的, 既合乎门当户对, 又属于郎才女谋, 但两位婚姻当事人的自我感受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特别是陆小曼, 对于自己的婚事非常不满意, 非常不开心。 原来陆小曼在与王庚婚前并不相识, 从订婚到成亲中间只有不到一个月, 识人称之为闪电结婚,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闪婚。 从订婚到结婚的整个过程, 陆小曼懵懵懂懂, 就像个局外人一样。 当这蜜月的新鲜过去以后, 他才渐渐意识到, 自己与丈夫在性情与爱好上合不来。 陆小曼喜欢跳舞, 唱戏, 婚前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婚后自然希望丈夫能常陪自己去跳舞娱乐。 但王庚身为军官事业性强, 而且像一些美国军官那样工作娱乐界限分明。 据说, 他每周一到周六上午是工作时间绝不玩乐, 从周六下午到周日全天是纯粹娱乐时间绝不工作。 对于丈夫的作息时间表, 陆小曼看的就烦, 本来玩的就是高兴, 如此刻板的生活怎么高兴得起来? 后来陆小曼回忆说, 结婚一年后自己才明白, 男女二人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 而勉强结合, 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 这对小夫妻结婚后不久, 烈戏就出来了。 站在陆小曼的角度看, 他与王庚的婚姻带有浓厚的父母包办色彩。 从王庚这边看, 虽然不是包办婚姻, 但他也只是看中了陆小曼的美貌。 由于婚前两个年轻人缺乏了解, 生活习性又是那么样的大相径庭, 婚后出现裂性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如果没有其他外界因素的话, 经过婚后岁月的喜魔, 特别是等有了孩子以后, 生活往往就平静下来了。 但他们的遭遇是孩子还没有出生, 徐志摩却来了。 自从排演了春香闹学的时候起, 徐志摩就成了王家的常客, 有时是来串门, 有时是约夫妻俩出去玩。 在周日的时候, 徐志摩与王庚夫妇有时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曾经一起到六国饭店去跳舞。 但如果是在其他的时间, 由于王庚专注于工作, 徐志摩来邀请他们夫妇出去玩, 王庚就说, 我今天很忙, 叫小曼陪你去玩吧。 有时陆小曼想出去玩了, 王庚也说, 我没空, 叫志摩陪你玩吧。 于是, 徐志摩与陆小曼经过了王庚的授权, 就得以频频的玩在一起。 他们游长城逛天桥到茶馆品茶去西山看红叶, 两人间的好感自然就会有, 朦胧中自然也会期盼着发生点什么浪漫的事情。 但现实的情况是, 陆小曼是有夫之妇, 陆小曼的丈夫又是徐志摩的朋友, 对于朋友之期, 徐志摩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 应当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1924年年底, 王庚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厅厅长。 王庚走马上任, 陆小曼也随丈夫到哈尔滨去了。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也不会发生什么浪漫的事。 但事情恰恰就出在不正常上, 陆小曼在哈尔滨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就又回到了北京, 开始住在娘家, 从此一对夫妻两地分居, 原本就不浓厚的感情更加淡漠了。 陆小曼之所以离开丈夫又回到娘家住, 部分原因可能是哈尔滨的冬天太冷了, 他不适应。 部分原因可能是夫妻感情不好, 他受不了那份孤独与冷清。 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个性, 他是个随心任性的人, 自己想好的事情就去做, 基本上不去考虑他人的感受和舆论的反应。 他的这种个性源自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 以后在其他场合又曾反复而鲜明地表现过。 陆小曼一个人待在北京, 与徐志摩有了更多的单独接触机会。 陆小曼婚姻不幸, 徐志摩在与林徽因恋爱失败, 同样的感情失落使得两个人一步步接近, 他们的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陆小曼一个人回京, 丈夫还在哈尔滨工作, 他又开始葬身在热闹生活中, 也就是又回到他曾经迷恋的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 又开始天天去跳舞、唱戏、听曲子。 就是在舞厅里,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用玉达夫的妻子王应霞的话说, 爵士音乐一响, 他们就欣然起舞, 跳个不停。 他们两个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 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 一个是朵寒露玫瑰, 一个是手抒情的心事, 干柴碰上烈火, 怎样会不迸发出爱情的火花。 他用了干柴碰上烈火, 来说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火花因何而起, 讲的形象又准确。 徐志摩在林徽一那里碰了笔, 正在爱的饥渴中, 陆小曼也有相似的经历, 他虽然结婚了, 但丈夫不解风情, 是个事业狂, 使他感到失落而孤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子玉家人, 爱情的火花燃起来也蛮自然的。 徐志摩与陆小曼相爱, 但陆小曼毕竟是有夫之妇, 徐志摩又是陆小曼丈夫的朋友, 他们的爱能被社会接受吗? 陆小曼的丈夫会作何反应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个不好离, 一个不好情。